電力和居民生活食食相關 澳門的住戶、商業、工業用戶多達26萬 要確保千家萬戶隨時能夠用電 供電穩定性相當重要 這個亦有賴可靠及前瞻的能源政策 澳門自回歸以來經濟得到快速發展 亦都帶動了能源消耗方面 情緒上升趨勢 過去20年以電力消耗為例 年坤增長達到6.5% 20年來電力消耗增加了3.5倍 現時本號的電力主要由本地重油發電 內地輸電及天然氣發電組成 而內地輸電的比例 亦都逐步增加至總使用量的89% 多元的能源結構對確保供電穩定 發揮重要作用 而電纜維護、供電設備的保養 亦都相當重要 這些就需要電力公司以及居民共同努力 澳電我們相信最好預防電網事故 能夠防範於未有事故發生前 能夠首先把事故排除 所以我們會加強這方面的相關工作 包括電網上的設備 一些巡查工作 當然一個停電的事故 可能會是澳電方面的設備有問題 但亦都有不少情況是客戶端的設備有問題 所以如何與客戶溝通 甚至為客戶提供多一些 這方面的專業意見和服務 我們希望來今時間都會加強 近年全球關注極端天氣問題 政府為了確保安全用電 亦都作出了不少部署 在電地防災減災方面的工作 主要我們是分三方面進行 我們是要求南方電網 將珠海500千伏的電源增加到三個 另外在220千伏的線纜方面 亦都需要將它地下化 在兩項措施完成之後 對澳門供電的保障得到大大的提升 我們正在推動在澳電 進行新的天然氣機組的建設 在新天然氣機組建設完成頭暈之後 可以令到本地的發電能力 平時達到三成以上 在緊急的時候 連一些後備機組都啟動的時候 可以達到五成以上 此外我們正在籌建第三條的輸澳電纜 令到大家的互保能力強了 和澳門供電的穩定性是高了 在吸生所過去兩年 一些強颱風的經驗 我們澳電已經在一些低瓦地區的設備 澳電設備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工程 包括在我們的用務變電房裏 加裝了防水閘 是一些可以將有條件的空間去提升 我們低壓用電設施的 我們都會將它提升 在長期完善措施方面 澳電於去年九月 完成了低瓦地區 對新建築物電力裝置的技術規範 新建樓宇的電力設備 必須安裝在政府規定的防浸高度 4.21米平均海平面以上 另外澳電亦會因應水浸情況 主動對低瓦地區暫停供電 停電範圍按風暴潮的分級指引 以及實際水浸情況異定 澳電會對嚴重水浸區域實施暫停供電措施 當然我們要理解 這個警示可能會令到居民 有一些恐慌 有一些不安 這方面我們絕對理解 但亦都希望市民能夠理解到 我們做這個工作 都是希望能夠將人身安全放在手搖 亦都將相關的前備 能夠受到水浸影響減到最少 接下來我們進行我們的復電工作 才可以加發更加安全更加快速地 恢復電力給各位市民 另外 正在開展的澳門智慧街燈視點項目 目前已有二大馬路 以及澳門大學的強新大馬路安裝首批視點 功能涵蓋充電桩 曹星監測 水浸監測 公共訊息發佈 4G或5G機站 以及Wi-Fi功能等 政府將會總結視點項目經驗 論政治為街燈推行的可行性 助力澳門智慧城市發展